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如也讲一下暗黑物质 现在暗黑物质我们找到没有? 讲快点就没有 其实一句回答了 但是在天文学上面不停地找暗物质的努力是不停地继续的 我们选得出来说 代表着一定有东西要报给大家听 我自己是在20年前开始留意那些 比如说宇宙背景辐射 还有宇宙背景辐射怎样带给我们一些暗物质和星系分布的知识呢? 小弟当年有看过一下 但是当然了 二十多年前的事 但是中间这二十多年一直都有些挺理想的进展 比如说我们去探测这个宇宙由没有到创生 大爆炸理论里面讲到以前很高温很热 然后现在越来越冷 密度越来越低 然后里面越来越多我们这样的天体形成 这个就是在讲宇宙历史的故事 就为之那个现代宇宙学是怎样去来的 那么其实呢 近年呢 很多的努力就放在那里 就是说我们去量宇宙年龄 和去探讨宇宙的成份是怎样的 我们怎样为这个解释我们宇宙见到的东西 去给出一个更加准确 更加合理的解释 那么和中间也都面对那些难题就是 一些我们以为很准确的大爆炸理论 其实很多东西还是解释不了的 就是我们建立那套理论本身自己也有很多矛盾的 那些地方还没解释到的 其中一个很令人废解就是说 你里面要放一些很无厘头的假设在那里 对于常人来说 你会觉得做一些东西这么远远远 这个例子是怎样呢 我们数天上的物质的时候 我们就数到一些太阳 银河系 那些正常形成我们天地万物的物质 那些就不是叫暗物质 那些就是普通物质 但是我们发觉普通物质给出来的万有引力 根本不足以令我们解释到很多天体上的运动现象 那我们就会怀疑了 是不是我们数漏了很多 这些这样的物质 这些物质是不发光的 或者就是说那些不发光的物质 根本就是由一些我们从来未认识过的物质 而去给出这个万有引力出来的 那些我们就叫做一些叫暗物质的东西 就是说那些我们未知道 就是我们只是数完元素周期表 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所有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 但是会不会有些东西是我们未知的 而那些未知的东西都可以贡献到一个万有引力 来帮我们理解到天体上发生的事呢? 那譬如最简单就是那个银河怎么去旋转? 你不加那个暗物质假设下去 你很多时候你解释不了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转法 就是我们都大体知道 大家一起就是顺时针转 里面转快点 外面转慢点 但是里面转得多快和外面转得多慢呢? 它要符合一个数学的比例 一个数学的描述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不引入这个暗物质的假设 我们没办法合理解释到 那甚至乎我们要理解整个宇宙里面那些 就是成份是怎么样的 那个宇宙它会是膨胀 还是膨胀得这么快 还是膨胀得慢点 又好视乎里面有多少的这些万有引力在里面 所以又是要搞清楚这些暗物质有多少 那另外一个假设叫暗能量 但是我今天就不多说这件事 那于是乎我们很希望找到暗物质是什么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透过观察 一些大型的全天候的宇宙信号的观察 那这次呢就有一个很多 都大规模的数据分析结果公布了 那就是说呢 我们是由我们观察宇宙大爆炸剩下来 很微弱的辐射信号 由那些辐射信号还原回 我们去看看宇宙究竟有多少暗物质 那这里要解一解 为什么两者是关事的 我们去量宇宙残留下来的光 为什么可以令到我们会多些知道了 宇宙有多少暗物质的呢 那就是因为这些暗物质本身它是物质来的 它是会产生万有引力的 万有引力是可以根据这个爱因斯坦讲义相对论 是会令到那些光线走曲线的 走曲了的 那我们就尝试去问一下呢 这些这样的暗物质 是怎样去骚扰到我们的宇宙背景辐射 于是乎我们有量到这个宇宙背景辐射的时候 怎样去backtrack 后面是有多少暗物质在搞鬼 就用一个调转追踪的方法来问回 我们由观察宇宙残留下来的光之后 是可以怎样告诉我们 背后其实有多少暗物质在那 那其实就是这次做的就是这件事 但是这个要解一下了 台长梳了这张图出来 一块块的 其实就是因为整个数据分析是没做完的 那那些粉红色紫紫色的部分 就是已经分析了那部分 其他的部分是没分析的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纯粹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基本的微波讯号 但是就没将它还原回到里面有多少暗物质 就是它还原程度现在只有26% 覆盖了天空的26% 但是它就已经抢住公布了这个资料 那因为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它都算是有这样的宇宙学研究以来的 第一批对于天空上面一个大尺度范围的暗物质分布 就有初步的结果 所以这次它26%都先抢住公布的出来 但是如果是找到这条 那合不合对我们现在对那个宇宙的 物质分布的理解呢? 照计就应该要搞得对的 那我们预期暗物质多的地方呢 你如果那些星系的形成都会多的 照计就应该是 但是也都可以不是的 会不会有些地方 零零细细特别多 暗物质聚集了 就没什么很多其他正常物质聚集呢? 理论上可以这样发生的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暗物质是一些暗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到它 我们只能够间接地去找它存在 我们透过它干扰了多少宇宙背景的辐射 来去尝试backtrack回去 我们透过观察天空上面 星系的分布来尝试backtrack回去 两者再做一个互相的比对 令到我们对于天空上面 那些暗物质可能存在的分布 就有一个地图给了出来 其实讲到这些呢 你都是去到那些最尖端的学院 他们就做得多这些事情 就是以前看回你 无论是芝加坡大学 那个Yupen 哈佛 甚至乎我以前读的纽约大学 那其实呢 最值得一提就是 譬如加州理工、麻省理工这些 那他们这班的宇宙物理专家 就一直就是紧接着追踪着这些东西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我们可以讲讲这个火星 因为近期火星应该是很多东西 就是发现的 有一样东西就不要只听陈志黄在那里说 就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大家去玩一下 那台长现在按了这个网站出来呢 这个网站你一看呢 是在哪里搞出来呢 加州理工搞出来的 就是刚才才讲完 加州理工搞宇宙物理很厉害 那他当然厉害的不止是宇宙物理 那他现在这里呢 就讲了加州理工的一个研究小组呢 就整合了那些火星上面观测的数据 应该是相信有卫星的数据 和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洋控车的数据 那台长就是我一路讲一路就在玩 就是整块好像曲奇饼那样的东西 是什么来的呢 那个其实是火星 那大家都玩过Google Earth 玩Google Earth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可以把地球在你的画面上 整个地球轮来转来转去 瞬近瞬远这样你看 现在我们对于月亮可以这样做 加州理工这个研究小组 今次是将火星都这样做一次 就是这个我会叫做 如果用Google看地球就Google Earth Google看月亮就Google Moon 那这个东西不是Google做的 但是它的功能力就好给了Google Mars的东西 因为它是看火星 那我不知道Google有没有兴趣 去把这个东西拿来给自己买了 但是现在在一个科研的层面里面 就由加州理工他们的 这个叫Murray Lab 这个这样的运算实验室 这个这样的研究分析天文数据 就将整个这样的火星 就是叫做三维尺度看下去的一个火星地图 就看得出来 当然就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这样清晰影像的 但是台长一路就可以试一下 那如果大家去网上面 你又一样你照去找分 就叫做The Murray Lab 加州理工 The Bruce Murray Laboratory for Planetary Visualization 那他们这个Murray Lab 加州理工的Murray Lab 就做了一个叫做 它的project有个名字 都叫做 应该就叫做Global CTX 叫做Global CTX 叫做Global CTX 或者你如果直接Google Global CTX 然后Mars 你应该就找到这个网站 那就可以玩一下 除了告诉别人 就不只是玩地球流流量 就是玩火星 更厉害 但是在火星上面 我们不是很多 派了很多集团 它为什么会做到这么广泛的面积 因为它不只是放在车上去拍的 其实更加多的照片是来自那个卫星在外面转圈 在它一路环绕着它转圈的时候 当你发觉你已经派一些卫星多到一个地步 已经覆盖了它每一寸肌肤的话 那就可以砌它整个波出来 那有些就解像度高些 有些解像度低些 那其实就是当我们去集齐所有 由360度整个球体每一个角度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把它弄成一个 一个火星仪 一个圆形的东西在电路上给大家玩 那它这个是不是有助于说 将来我们去探索哪一部分的火星是有帮助的 应该这么说 有了这个工具 你问我呢 比大众玩就开心点 但是也显示到我们对于火星上的资讯掌握就充分 而且我们是可以很准确地去定它的座标 如果你已经整个球体已经有了 那当然它们原先已经有座标定了 但是现在呢 你全部拍齊了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 就是让大家更方便地用我们 对于地球和月亮观察的知识来 进一步去理解火星 是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会不会说 美国的炭控土处都会迟些再派一些探测的仪器下去呢 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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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我自己就没有追踪 但是我们就不小心看到就是说 连印度都在玩这个东西了 就是说探火星的话 就是去到日本啊 印度都下一步 現在說是由美國、歐洲、中國有派火星車上去玩 然後你會發覺是一些原本還不是排到最前的 那些太陽科技國家陸陸續續都會探測火星 火星的面積其實是比地球小的 是 比地球小 如果在那裡看的太陽會怎樣呢? 遠一點 暗一點 其實可以找到一些我們以前有報導過的 不知道台長用不記得 就是我們派上火星的那輛車仔 由火星那裡拍回地球 有張照片 還有其實有些花邊東西也可以說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已經玩了很多次遙控飛機了在火星上面 就是我們有報導過第一次在火星玩遙控飛機 現在已經玩了好幾次了 我們那天也提過在火星玩遙控飛機的難度是高的 因為它的大氣稀薄很多 你的引擎要勁很多才能夠將這東西升起 那個空氣密度不夠提供這麼大的升力 所以在火星上面玩遙控飛機是比較難的 但是現在我們基本上就不小心一路到處去找的時候 我們上次有提到 我們已經走到一些 是曾幾何時是湖泊河流的地方 一些乾坑了的河床那裡去找地質數據 其實你問我呢 我覺得最有價值呢 就是這次雖然加州理工做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數據依然是在地面那裡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在土壤上找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是一些很特別的成份 會不會有些成份是跟生命是很有關 它最後找不到生命我覺得不要緊 但是如果找到很多已經是很有利於生命的條件呢 那我覺得已經足夠是很鼓舞的這個數字 是啊 那麼我們上一次還有一個 就是好像那個火星的探索器拍個selfie的嘛 自拍過那些嘛 是的 是的 那你也要再提一提的 就是我們不應該是圍漏中國的 中國在火星都有足用啦 是的 不是 足用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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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好像那部車停了嘛 因為它下面有個腳印踩著 就是說 錄了那個中國符號在那裡 是 有個中字嘛 是的 那這個我就沒有故意這樣說 這個是都一個多月前的消息來的了 其實由去年年尾呢 美國那邊都一直去幫忙觀察著 這個中國的那個火星探測車呢 它的動向是怎樣的 因為原本呢 它預定要進入一個休眠期的 然後在休眠期之後呢 要重新開回來 然後就繼續運作 但是就似乎現在沒有任何運作的跡象在那裡 那我又覺得 哎 又不是有什麼新發現 而無端端人家走不了 拿出來說好像很幸災樂禍一樣 走這樣 但是 如果由科學探索的角度呢 我們現在是希望中國這個計劃是成功啦 繼續為世人拿多些數據回來啦 但是 講開就會講啦 但是如果一路停那個機開不了呢 就可惜了 這樣可惜了 那現在很大機會是 可能是它那個太陽能板封了一些塵 於是就沒有足夠的電力搞開呀 諸如此類的那樣的東西 那一路是沒有信號 就是沒有看到任何可以復活的跡象 好 那這一節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啦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 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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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